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意想世界 我是张凯英 昨天文天祥 文老师为大家分享了金马国际影展不能错够的年度佳作 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文老师继续分享大家都很关心的金马奖入围影片 文老师好 凯英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文老师每一年入围名单一揭晓的时候一定是几家婚乐几家愁 但是一定连带的会引发出就是两岸三地入围比例的讨论 所以请文老师帮我们讲一下金马奖的评选精神是怎么样的 金马奖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以全世界的华人跟华语电影 就是作为竞赛对象的一个电影奖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大陆有金鸡百花奖 那它是让中国大陆的电影参与的 那香港有香港金像奖也是他们定义的香港电影可以参加 大概只有金马奖是从第一届开始 它就是采取一个比较包容的一种精神跟机制去进行的 那早年是港台电影的竞争 从90年代中期开始大陆电影也加入了 那后来它变得越来越广阔 怎么说呢 因为华语电影不见得只有台港中三地拍摄 其实还有新加坡 马来西亚 甚至其他地区 可能也会出现讲华语的电影 那到了2009年的时候 整个的态势变得更多元 怎么说 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像台北星期天 这是一个以菲律宾的劳工在台北发生的这个事情 作为他的故事主干的一部作品 那你能说它不是台湾电影吗 它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台湾电影 但它已经没有办法用华语去涵盖了 就好像说台湾现在有非常多的新住民 有各式各样的这种语言跟文化交织在这个地方 那当然其他的包括香港新加坡可能也都如此 所以我们又把它的范围就是变得更加的广大 所以如果说导演是华人 加上这个主创者我们列出的十个部门 有一半以上就是他的主要的从事者是华人的话 我们也接纳 所以包括像这个刚才我提到的台北星期天 还有像蔡木亮导演拍的脸 他是法国的罗浮宫请他去拍摄的 他也可以参加金马奖的一个角逐 所以就往目前来看 我想这应该是金马奖 最特别也是他之所以在当今的影坛 就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因为他的竞争激烈的程度 那当然再加上就是他在评审这方面的 相较于其他的奖项的某种公信力 也让这个奖其实成为华语跟华人影坛 大概所有的电影工作者都非常积极 梦想想要得到的一个电影奖 一个奖项这样子 今年报名的总共有364部 最后入围的只有38部 所以大概是十分之一 要脱颖而出真的非常的困难 所以文老师今年的片单里面 入围片单你有什么惊喜吗 哪些片子 其实每年我都有惊喜 真的我想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人敢说 他看过那一年全部的 值得看的华语电影 因为确实有很多我们不晓得的一些区块 我想这也是目前金马奖 其实最大的特色之一这样 那今年你可以看到 比方说贵伦美去主演的大陆电影 白日焰火 就是获得了八项的提名 那楼叶导演以这个盲人按摩院 为背景的推拿 也有七项的提名 那台湾的就是两大剧片 军中乐园跟卡诺 都分别有六项的提名 那其他五项提名 然后入围最佳剧情片的 还有许安华导演 汤伟主演的《黄金时代》 对 另外就是陈建兵 这是平地一声雷 他自编自导自演的一个勺子 也入围了五项 所以你光看一个勺子 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 我记得入围名单揭晓的那一天 在记者会上当大家 就是当这个姚姚跟李康生念出这个一个勺子 然后呢 陈建兵陈建兵陈建兵的时候 好多的媒体都在问说 这个陈建兵是军中乐园那个陈建兵吗 是的 就是他没错 就是他默默地就完成了一个骗子 然后透过这个金马奖的一个评选的一个机制 然后他脱颖而出 至少在入围一阶段脱颖而出 瞬间就获得了就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注目 那我刚才也提到 因为目前就是整个华语世界的制片的量级 非常非常的庞大 我们无论在哪一个地区 大概都无法涵盖 或者说无法看到所有的优秀的作品 唯有透过就是竞赛这样的机制 这些有心的 希望能够就是得奖 能够被看到的这些影片 全部聚集在这里 然后透过这个评审 他们被看到 也因此我们会在当中发觉到很多 怎么没有听过 或是没有听过这个片子在拍摄 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很多的宣传的行销的这些资源 对 那唯独透过好的品质 让一个奖项去肯定它 它可能因此就是踏出了这个重要的一步 然后就可以迎接越来越多的观众之音 或者是其他的影展跟奖项 对 就是文老师在选片大会上面也有说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影迷的话 你应该很乐见看到很多在内容 或者是形式上面有创新的影片 但是大陆片其实在台湾要上院线了 有受到配额制的影响 就是大家都要来抽签 好像很公平 所以文老师 有哪些片子一定要透过影展 然后要不然以后可能就错过了 对对 凯英是专家 真的是因为 有些时候有人会讲说 为什么是这些片 都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 并不表示这些作品不好 我们反过头来想 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听过 或是没有看到这些片子 尤其当这些没有听过的片子 跟你听过 而且名声非常大的电影人 或者是影片摆在一块的时候 那就更要注意这一些 你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影迷的话 你一定会很好奇 我自己也是 我自己在跟着评审 看这些片子的时候 会不时的就是看完 哇 就眼睛一亮 觉得哇 这个人是谁啊 怎么拍出了这样子的 好作品的 确实是会有的 比方说在今年的 入园名单里面 刚才我们提到 像陈建兵的一个少子的 他怎么透过到城市里 去办事的一个牧民 一个养养的人的 那因为他把食物给了一个 就是像就是一个游民 这样一个傻子 没想到这个傻子 就缠着他不放了 那刚开始看 你会觉得是一个 讲好心人的故事吗 没有 他完全没有教条的意思在里面 反而呢 是当这个男主角 要帮这个傻子 找他的家人 来了一大堆人的时候 你才发觉到 原来在现在的这个世道 很多人要这个傻子呢 说不定这傻子 可以拿去卖钱 这个傻子可以拿去拿补助 或这个傻子可以带出 什么什么其他的 这些之为末节的 这些各种 可以得到利益的事情 获利的事情 对对对 我相信在任何的社会 跟体制里面都有 为什么我们没有想过 有这样的题材 而陈建兵拍军中乐园 拍到想出了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而且他自己 跟他的太太 蒋琴琴 可以说是喜劲千华 来去扮演当中的 这一对 痒痒的这个夫妻 非常非常有说服力 同样的你可以看到 像这次入围新导演 像比方说 兵官 这名字听起来 就非常不主流 可是这个片子 厉害就厉害 他真的是透过一具棺材 然后三段故事 看起来好像分别独立 可是你越看越厉害 这三段故事里面 层层扣起 每个人都有关联 到最后 其实大家都心怀鬼胎 或者说每个人都有秘密 不能说出来 突然之间你会发觉到 这个美国大导演 昆丁讨论提诺 或是科恩兄弟 找到传人了 只是这个传人 在中国大陆的农村里面 那少女挪扎 是让我又觉得说 还是有这种很生猛的 就是有点像 可能二十多年前 我看蔡明亮拍青少年挪扎 或是看张作记 就是拍这个中载 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也许有他的粗 但是这个粗 是非常有生命力的 那少女挪扎 其实听片名就可以猜测 一定是两个很有个性的 好像有点顽劣的 这个女孩子的故事 可是这个片子 我看了好久以后 我都还一直记得 其中一个女主角 登场的那场戏 拍得好棒 她就用个铁链 拴着一个书桌 就进教室来了 可能一直转学 所以与其每次 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融不入那个新的环境 可能从没有课桌 以开始 她索性自己 拖着一个桌子 就来上课了 那个影片的最后两个 回到那两个女孩的某一天 她们可能爬在一棵树上 来去看那个世界 那个摄影机的运动 那片绿 好像那两个女孩子的那种 仿佛世界就剩下我们 没有任何的教条 没有任何成人的力量 进来到我们的世界里面的那种 干净 那种清脆 我觉得好有电影感的 所以当然我们台湾 也有台湾的优秀 比方说你可以看到 钱翔拍回光作名曲 他怎么从一个 男性导演的眼光跟角度 去看一个空潮期的 一个中年女子的生活 你可以看到像马志祥 那么大胆的 就一个新导演的姿态 去挑战一个 很难拍的运动的题材 很大的 而且复古的 要花很多钱的一个 大时代的一个背景的故事 而且还要提出一个 可能会引发争议的 一个角度跟史观 所以为什么办电影奖 或说办影展 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在这里 我不能说评审提出来的是 一个真理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大概也只有这一群人 比如说这么认真的 被我们关起来这么久 然后要看那么多的电影 然后在那么有限的 入围名额里面 刚才我们提到有 364部片来角逐 可是每一项最多 只可以有五个人 或是无片入围 对 那多难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他们还能够 挤到这个这么这么 少的这个名额里面来 还有我们所不认识的 那你真的非看不可 那刚才凯英也提到 现在我们还是对大陆电 有所谓的配额的一个 一个制度这样 那能够配额到的影片 不是拍得好 是签运好 就是抽签抽到 对你就可以 对你就可以引进到台湾来 可能并不表示 你进来的就是我们想看的 或者是拍的好的作品 那当然现在有很多声音出来 希望文化部可以 另开一个例子 就是说如果这些片子 能够在金马奖得奖 或者是入围的话 他们可以不受这个配额的限制 就完全站在一个 鼓励好的作品的一个立场上 当然这个目前 法规上面还没有通过 但是这也说明了 就像刚才你提到的 也许有的片子 你没在金马银展看的话 不知何连何月 才可以在戏院里面看到 对 所以很多人甚至 我记得那个入围名单 一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 黄金时代赶快看赶快看 有人说为什么 不是许安华拍的 那个汤伟演 还有冯绍峰 卡斯这么大 一定会演 不好意思 因为他还在 那个配额的限制里面 而且他今年去抽签了 抽到最后一名 所以怎么样也轮不到他 因为前面还排了 二三十个在等 对 所以确实影展是一个 好的机会 可以去看看 然后可以去理解 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目前整个就是 华语电影产业里面的 这种竞争也好 或是这种新人辈出 也好的这种气息 或许也可以了解 我们台湾电影的优势 跟我们台湾电影 必须要再去 改进的地方在哪里 对 对 我觉得楚服拍出了一个 一个内容跟精神 就是在一起痛苦 分开了活不下去 这怎么讲呢 就是他们两个 不应该在一起了 可是又忍不住在一起 那我们如果稍微 跳开出就是那种 偷拍或狗仔的角度 或是我们老师要求 公众人物要是圣人的 这个角度 我们回到人性来看 有些时候确实是如此 但是怎么把这种 两难这种挣扎 就明明知道不该 我还陷进去了 接下来想要请文老师 帮我们上电影史课 这次金马来国际影展里面 有选了两位的大师 做就是回顾的影片 楚服跟贾曼 其实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请文老师帮我们分享 他们两位的风格在哪里 我想这两位导演 楚服应该是最 比较有亲和力的 因为楚服是 大概是电影史上 最会拍小孩 最会讲爱情 然后最会在电影当中讲 为什么爱电影 是怎么一回事的 所以这次我们有 放映了像四百集 这是他在电影史上 非常知名的一部作品 我反而会觉得 如果看过四百集的话 大家可以去参考 另外一部片叫野孩子 我觉得今年的楚服 这个专题 有一种很有趣的对照感 就是四百集 是透过一个小孩的眼光 来看这种成长的过程当中 你必然会有的一种 不被了解的孤独感 我想每个人在成长过程里 一定都会有 这个非常能够引发 大家的认同 然后感动与楚服 对于一个少年的理解 那野孩子刚好相反 野孩子是从一个教育者 一个成人的角度来去看 他怎么在寻化 一个野孩子的过程里面 但他不肤浅 他不会像大部分的电影 就是说这个野孩子 他的自然的天赋就丧失了 这个太简单了 他会让我们看到 他确实比方说 不再像以前 他可以赤身裸体的 在这个大自然当中 在风雨当中 那么的自在 他会感到寒冷了 他会想要有个被子 但是同样的 他也让我们看到 这个孩子受到了文化 尤其是文字的一个 陶冶以后 比方说当你可以用语言 跟智慧 去表达你内心的 真实的感受的时候 这是一个多么多么 难得的事情 所以文明不见的 纯然都是负面的 那我觉得他从了一个 更成熟的一个角度去看 成长或者是改变这件事情 确实是有大师的一个风范 跟他的一个气魄 那同样的看夏日之恋 看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 看乌山云等等 你都会看到就是 处伏对爱情的一个角度 跟观点 我自己很喜欢他 最后一部爱情片 叫做林家女 表面上就是一个 有妇之夫 跟一个有妇之妇 两个人其实以前是初恋情侣 后来呢 就各自婚娶以后 又不小心遇到了 遇到以后 各位可以猜测 会发生的故事这样 但是有一点是非常不一样的 一个是处伏在这个作品里面 他的摄影机完全 爱上了那个女主角 就是 哇 你就觉得 那个女主角 一言一行都充满了魅力的 另外一点是 我觉得处伏拍出了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 一个内容跟精神 就是在一起痛苦 分开了活不下去 这怎么讲呢 就是他们两个 不应该在一起了 可是又忍不住在一起 那我们如果稍微 跳开出就是那种 偷拍或狗仔的角度 或是我们老师要求 公众人物要是圣人的 这个角度 我们回到人性来看 有些时候确实是如此 但是怎么把这种两难 这种挣扎 就明明知道不该 我还陷进去了 明明知道我对不起谁 但是我怎么把持不住 的这种就是 好吧 就是这种复杂性 处伏很会拍 这个部分 那当然如果要看 他对电影的爱好 每部片都有 但是有一部日以作业 是特别特别清楚的 因为这个片就在讲 电影拍摄的一个过程 然后你会看到一堆人 像疯子般的 痛苦的痛苦 或者是这个感伤的感伤 然后各式各样的事情 远远超过 就是原本你在 筹划这部电影的时候 可以想到的 但为什么大家还要拍电影呢 那楚福自己在里面演导演 所以就有更多这种 夫子自道的趣味 贾曼我认为 他是一个比较难 对 比较另类一点的导演 他的作品 对我来讲有特殊的意义 是因为我刚开始看金马银展的时候 就看到了贾曼的服饰会 对我来讲是一个太震撼的一个 一个观影经验了 因为他明明讲的是一个巴洛克时代的画家 卡拉瓦桥 可是里面不时会跑出一些现代的场景 跟景物的你会突然之间被他给疏离化 突然之间会被他给就是带来讨论 或是去关注到说明明在拍过去的事情 但是现在依然在发生类似的这种问题 或者这些景物的 所以他的爱德华二世也是 讲的是一个英国国王的故事 但是不断地会出现现在的英国王室 或是现在的狗仔 现代的统治运动等等 他会把这些古今交错带给大家更多的这种意外 惊喜 震撼跟省思这样 那我记得当年看服饰会 还有一个地方令我非常的惊讶是 有一些画面我以为他在拍画 在拍卡拉瓦桥的画 突然之间那些人动起来以后 我才发觉到人来美术出身的贾曼 真的是在就是场景里 几乎是复制跟模拟了一个画家的那个状态 甚至是重塑了那个绘画的经验 但是很讽刺的是 他讲卡拉瓦桥在 他特别是最有名的是画那些圣画 那些为教堂画的画 可是他的model都是游民啊 妓女啊等等的这些这样 那种神圣跟世俗 哇 在这里又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融合 所以我觉得即使过了这么多年 再来看楚服也好 或是贾曼也好的作品 哇 还是很有震撼力 或者说还是很能够让人产生这种 感同身受的看电影的快感 因为《鸡玉之歌》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妙 非常有技巧的剧本 故事开头很简单 就是一个男人在月台狂奔 对 要去赶火车 重点是赶上了火车 没赶上火车 还有我不追了 可是这个片子其实讲的是 人生里面的很多的偶然跟巧合 对 好像一片落叶掉下来 它就改变了这片土地一样的 我们怎么找到这里面神奇的上帝的密码 今年也有个单元是动画王国 对 对 对 里面有动画迷 让动画迷尖叫不语的作品 对 文老师可可帮我们揭晓 对 对 对 今年有一部阿基拉 老实说我有点意外 我所谓意外不是说放这部片 这个片我们当然会放 尤其是因为它数位修复了 有一个就是回复到当年 第一次放应该有的那种亮度 那种美感的那种状态 因为我小时候看阿基拉 都是在那个光华商场 买那种 你知道 就是没有版权的录影带 那种画质其实都不好 对 我们是这样子看 无论是在社团看 或是自己在家里看 看这些影片 那现在可以在大荧幕上看 当然是一个很兴奋的事情 但是我原本以为就少数人会 像我会这么兴奋这样 没有想到我们一公布 要放阿基拉的数位修复版 哇 一大堆的影迷纷纷来询问 而且 哇 开始来那个 就是吆喝 就是聚众的 不是要姿势 就有人说他们要打扮成 影片当中的角色的模样 或是有人要怎样怎样怎样的 就是有点你知道 仪式的那种庆典的感觉 对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好玩 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个其实也是 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就是麦兜 麦兜已经拍到第六集了 那第六集是讲麦兜跟他的妈妈 其实麦泰在麦兜系列故事里面 本来就占有非常举足轻重的 一个分量跟地位了 但是这一次是真正聚焦在 这个万能的妈妈身上的 所以除了那个就是有点白目的麦兜 时常会做出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以外 那个麦泰的就是独树一格的教育方式 以及他可以化身各式各样的 这种角色身份的能耐 是这次这个动画里特别吸引人的地方的 那这也是香港我想是他们这十多年来 最有特色的所谓的原汁原味的 港产的这个动画作品 台湾其实这几年有很多的 很多的电影界的朋友很认真的 就是想要再开拓这个动画长片的一个产业跟市场 我真的觉得很值得去看看麦兜这个例子 比如说你怎么样在一个就是动画竞争这么激烈的世界版图上面 找到属于自己的特色 我所谓的找到属于自己的特色 不见得是画一个很像宫秦军的东西 人物的样子很像迪士尼 那个东西是没有太多灵魂跟神采在里面的 麦兜既然可以用一只猪去席卷全世界的话 它应该有它很特别的地方 那这个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原汁原味 那这个角度或说这个做法 我觉得蛮值得就是对动画有兴趣的 特别是业界的朋友可以去借尽跟参考一下 对 刚刚文老师有说阿基拉是数位修复版 其实有很多的经典 有了数位修复版 今年的影展也看得到对不对 文老师你心中的Top 1是哪一部呢 哇 好难喔 尤其是对影视来讲 大家觉得每一部都想看 这个从2009年开始变成我们固定的单元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再去看到 就是重新认识这些影片 老实说我自己当然最爱的一定是 骑士劳斯基 因为他是我的神 所以这次有他的《机遇之歌》的修复版 我就太太太兴奋 因为《机遇之歌》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妙 非常有技巧的剧本 故事开头很简单 就是一个男人在月台狂奔 对 要去赶火车 重点是赶上了火车 没赶上火车 还有我不追了 这三个选择会出现三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可是这三个故事里面的角色是一模一样的 可是男主角会因为追上火车跟没追上火车 跟三个故事里面一模一样的人的关系会完全不一样 哇 我觉得高铁跟台铁应该放这部片 告诉你 你如果迟到没有赶上车 你的人生会有多么剧烈的变化 对 可是这个片子其实讲的是 人生里面的很多的偶然跟巧合 对 好像一片落叶掉下来 它就改变了这片土地一样 我们怎么找到这里面神奇的上帝的密码 其实老师记一直有这种 我觉得不是搞神秘主义 它其实让我们看到生命里的各式各样的这种巧合 以及我们在那个巧合 看似巧合的当下 所做的选择 这就是一个道德问题 就是所做的选择 这个选择会对我们 以及对于其他人产生什么样的改变 但是它是一个很 我觉得是一个很温柔的导演 所以它对于那种角色的高度的同情理解 甚至有些时候又跟你承认我不是上帝 所以我没有办法控制每一件事情 好像都在这掌握当中 特别让我心有戚戚焉的 所以这是我非常喜欢它的原因 那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像马丁史克西斯拍的《纯真年代》 那大概是史克西斯有史以来最美的一部片 表面上是三角恋爱故事 骨子里是告诉你 这些金碧辉煌的体制 或者这些东西 其实正是让我们没有办法挣脱的枷锁 对我来讲它其实是另外一种金锁剂 在看这部《纯真年代》的时候 那当然你可以看到就是像巴黎德州 我就想起这是我高中的时候 在西门丁凯 那个时候 哇 西线里面很多看完都真的在西线外面讨论 这部电影到底在演什么 为什么刚开始一个男人就好像失智一样的 在一个公路上面迷失了方向 然后逐步的随着他的旅程 随着就是认识他的人的加入 你才发觉到他背后的那一段感人的 甚至伤感的这个故事跟过去的 然后再开启了一段其实非常非常优美又动人的旅程 那这个片子的音乐跟那个影像的配合 我觉得应该是电影史上最美的一部公路电影吧 所以修复经典重现的这个单元 真的是一方面让老影迷就是怀旧 但是我觉得要有更重要的一个功能 是让没看过的这些片子的这些观众们 去认清一件事情 就是好的电影真的没有任何时间的限制的 有些电影是拍不出来了 那拍不出来不只是这个 不只说是时代 甚至这个导演现在可能再也拍不出 他在80年代的那个作品了 因为很多东西都跟着改变了 所以这个单元是应该讲说 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步步皆好片 也是说有点夸张 但这个单元是绝对经得起这样子的一个形容词 是真的听起来步步皆好片都不能错过 故意大家都要尽系列来支持 那今天非常感谢文老师帮我们分享金马武艺 谢谢文老师 谢谢 im 没有 ii ii i